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达兰喇嘛》之科学家将于威尼斯电影节首映 第二句西藏环境会议在新德里召开 美国国会高级代表团参访达兰萨拉 美国国会代表团觐见达兰喇嘛尊者 美国国会代表团参访藏人新政中央 达兰喇嘛尊者表示 古印度传承非常重要 司政对印度德里古吉拉特邦展开参访行程 达兰喇嘛尊者司政议会议长分别制衡 二调前印度外交部长实施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一部名为达兰喇嘛之科学家的长篇纪录片 将于8月31日 在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时放映 阿尔兰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贝蒂威尼斯将出席首会 为该纪录片进行揭幕 这部纪录片表达了达兰喇嘛尊者在世界和平与和谐方面 长达数十年的能力 据报道 这部纪录片呈现出了达兰喇嘛尊者自由起热爱科学 尊者一直在倡党佛教和科学能同步进行 在佛教寺院中推动科学课程 据了解该纪录片中会出现文明世界的科学人士 如美国量子物理学家戴维波姆 奥地利亚物理学家安东蒂林格 以及台湾物理学家李源德等 这是BGM基金会制作的第六个获奖诺贝尔签数电影系列之一 该系列的第一部影片名为《光明之子》 发布于2014年 主人公是南非主教德斯梦德图图 另外8月2号 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中心里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 非暴力基金会联合举办了第二句西藏环境会议 该会议主题为西藏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 登森林谢先生发表致辞 欢迎与会者的参加 并简短地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目的 他还进一步强调 西藏的生态环境对世界的重要性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 非暴力基金会揭幕了新出版的书名为《青藏高原生态状况》 在此次的会议上还邀请到了印度前外交部秘书长夏马萨人先生 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谈到了西藏的生态环境有关的各种问题 他还进一步强调了共同努力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他最后还表示到了不管是哪个国家在艰难中很难找到自己解决的方案 只有合作后互相协助才能解决问题 就如西藏的生态环境 美国国会议员戴维普莱斯率领的代表团 在达兰萨拉展开为期两天的参访行程 期间会晤达兰喇嘛尊者 三人行政中央司政 各部门部长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8月2号 美国国会议员戴维普莱斯和议员 范安布坎南等六人组成的两党议员 以及国会工作人员等共30余人访问印北达兰萨拉 随后代表团首先参访了罗布林卡文化中心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和文化中心负责人 欢迎代表团的到访 在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负责人的带领下 参观了该文化中心 并向代表团们介绍了西藏文化的保留 和在印度持续发扬西藏的传统文化 美国国会代表团还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来 副议长以西平总以及议会义务常委员进行了会面 并谈到了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和西藏不断恶化的紧张局势 8月3日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戴维普莱斯 范安布坎南率领的议员代表 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戴雷拉玛尊者 并与尊者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互动和讨论 随后在达拉玛尊者请功与尊者一同共享午餐 达拉玛尊者向美国国会代表团讲解到了 美国一直在大力支持西藏和藏人 也是藏人最希望的一国 同样尊者还谈到了现代教育中缺乏的内在价值观和同情心 美国是率领全球走向民主自由的效仿国之一 代表团在结束与达拉玛尊者会议后 接受了各方媒体记者的采访 美国国会议员戴维普莱斯向媒体记者表示到了 这次以官方的形势对东地汉、印度尼西亚和达兰萨拉展开参访行政 特别最激动人心的是参访达兰萨拉 因为尊者启发,影响着无数世人 并在达兰萨拉建立了民主流亡政府 我们希望对此给予支持、协助 而且我们也希望向达兰喇嘛尊者与藏人致意 同时感谢他对我们及世界所给予的启发 8月3日上午,美国国会议员戴维普莱斯 与议员范维不可能两位的领导下 6名美国代表团参访了藏人行政中央 美国国会代表团在藏人行政中央 嘎夏秘书处会议厅 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杉森格和各部门部长 并与他们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互动 8月5日,西藏精神领袖达兰喇嘛尊者 在印北达兰萨拉请公接近了印度拜访者 尊者对他们谈到了 古印度那两头传承对现今世界的重要性 达兰喇嘛尊者表示 我们不 follow faith 但我们讨论 我们讨论 讨论 讨论 佛他自身 你讨论 我们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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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向我们的教会, 你必须不接受我的教会 不由信心, 但不由淘汰和试图。 因此, Nagarjuna, the Buddha Palita, Chantakirdi, these great master scholars of Nalindra, they analyze Buddha's own word. When they find certain sort of Buddha's word, Buddha's teaching contradictory with reality, then they reject. So we are students, that tradition, even Buddha's own word, we always raise questions,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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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e proof, what's the basis, reason. So our way of thinking, very scientific way, analyze, analyze, not blind faith. That's Indian tradition. Yes. Of course, I respect all religion. Wonderful. But India's, what is it, the ancient thought, vipassana, shamatha, and with this sort of concept, and 3,000 years since, the ahimsa, concept of ahimsa. In order to carry sincerely ahimsa, you must respect others. So Karuna, that's Indian tradition. So that, I really feel, very relevant to today's world. So many problems, so many killing, even religion also causing for killing. So such period, India's concept of ahimsa, is very relevant and very necessary. And ahimsa not just blind faith through reasoning like that. Thank you so much.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出行第七届 印度外事记者年度座档会, 介绍了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历史与宗教关系, 并强调西藏议题是国际社会的誓金石。 司政表示,一个政府不能嘴上说支持民主人权与自由, 但面对西藏议题却保持沉默。 司政洛桑桑格在发表演讲时介绍了, 近年来中共透过经济力透、政策参透等手段, 妄图控制世界的野心。 他指出,西方民主社会面对中共的侵略人权行为, 往往选择沉默。 因此,西藏议题是一块誓金石, 可以检查一个政府是否真的支持民主人权与非暴力。 此外,8月7日上午, 司政在古希拉特邦帕派鲁尔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讲, 介绍了西藏对中印关系的重要意义。 帕鲁尔大学透过网络直播了演讲全程。 司政介绍了西藏与印度之间的悠久历史、宗教与文化关系, 并强调西藏的地理环境对印度仁治亚洲至关重要。 因此,西藏的命运也需要国际社会的重视。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西藏精神领袖达来喇嘛尊者,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达马兄弟, 分别于8月7日治汉埃调印度前外交部长苏什马斯瓦拉基世事声表同行。 达来喇嘛尊者在治汉中表示, 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向您和您的家人致以深切的哀调和慰问。 斯瓦拉基非常尊重对人民的同情、关怀和友好的风度。 我们可以庆幸的是她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因为她一生致力于公共服务。 随后,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曼雄内也治汉埃调前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基女士的实事声表同行, 并在治汉中提到了她是对西藏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 我们真的很感谢,因此这不仅对印度人民和政府, 而且对西藏的运渡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新闻, 请登陆以下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